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越爱你的人越不会找你 曾经以为真正的爱是忍不住的 一定会去主动 后来才知道 越爱你的人越不会找你 有那么一个人 他爱你却疏远你 惦念你却不再找你 难以抱怀你 却绝口不提你 他让你惊讶又疑惑 到最后不得不把所有往事 归为一声叹息 原来 那个从不主动联系你的人 也可以很爱你 一 独自喜欢 不想联系 有句话不是这样说的吗 两个人的爱情 才有结果 一个人的爱情 只有苦过 以前不相信 而今经历了 终于明白了 十来年喜欢同一个人 喜欢他海自欺的笑容 喜欢他对谁都 彬彬有礼的模样 喜欢他胆难求时 总能投到精准的三分 喜欢他的名字 总是牢牢挂在光荣榜的前几名 喜欢他的所有 觉得他这人 简直没有什么缺点 唯一的缺点 大概就是不喜欢我 我们一起长大 一起上学 后来分开 相隔天涯 我有他的电话 有他的微信 有他的QQ 甚至有他更多古老的联系方式 然而这些年来 我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他一次 关于他的近况 不是由朋友转述 便是从社交软件上窥探而来 知道他有一年生病 动了手术 想过去问候他 后来还是作罢 知道他毕业了去了国外 回来后收到许多研究院橄榄枝 想过去祝贺他 终究还是没有 知道他同交往多年的女友分手了 有一阵子过得颓废潦倒 想过去安慰他 到底还是放弃 联系了又能怎么样呢 他的人生精彩或是坎坷 我都没资格参与 他的爱情甜蜜或是忧伤 我都没勇气打扰 我们终究只是两条不会交汇的平行线 就算偶尔遇见 也只是在一年一度的老友聚会里 看他在一群人里谈笑风声 然后称快地指着我说 你这家伙不厚道 一次也没有主动找过我 我虽白口默蔑 但也只能苦笑 想到飘里那句经典台词 我爱你 可我不想让你知道 因为知道也没有意义 心动势必伴随着心碎 就像那句话说的 既然早已预知到结局 我还是不去打扰你了 也还是别再联系你了 虽然孤独还是孤独 落寞还是落寞 但也胜过爱而不得 徒增烦恼 毕竟 当鸟儿振翅 当车轮远去 最后剩下的 只有岁月的痕迹罢了 二 时过境界 不忍打扰 像一条河 你们分作两岸 一个在这段 一个在那段 遥遥相望 无可奈何 回不去的是旧日的时光 想到老九 我们朋友队里 那个最痴情的男人 年初陪他一起参加了 一场特别的婚礼 婚礼的主角 是他的前女友 和老九分手后 那女孩兜兜转转 终于迷得良人 高高兴兴把自己嫁了 于是 那天的婚礼上 台上新郎新娘 说着永远不分离的视野 台下五大三组的老九 眼角却有泪光闪动 不知为何 看到这一幕的我 心里突然有种被车轮 内压过的感觉 说感同身受也罢 说惋惜也罢 总之劝过他很多次 趁还来得及 去说清楚 但老九自顾自地喝酒 叫着女孩的名字 第二天起来 又装作无事发生 人家都有自己的生活了 我再去搅喝 还算个男人吗 就这样 没了联系 不再打扰 他消失在了 对方的生活里 危险拉黑 电话删除 就像从来不曾出现过一般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我对你的生命来说 就像信纸上的自己 无论曾经书写得多么用力 随着年代久远 终究还是淡去 不是不爱了 只是时刻敬切 我担心你 你将我忘却 我不忍再打扰你的生活 还记得立川往事吗 那部戳中很多人 泪点的电视剧 王立川对谢小秋 深情到极致 又隐忍到极致 想念到极致 又克制到极致 他其实很想和小秋有个家 可是因为曾经经历过的一场严重车祸 他左腿截肢 又心脏受死 不仅随时有可能丧命 甚至也永远无法和小秋拥有一个孩子 这一切的一切 让他不敢面对小秋 于是选择了斩断和小秋的所有联系方式 他宁可小秋爱上别的男人 把他忘住脑后 也不愿意让自己成为心爱之人的拖累 电影《后悔武器》里有这样一句台词 喜欢是放肆 但爱是克制 不是因为不爱才离开 正是因为太爱才奋力 幸福从来没有那么容易得手 却喊他总是与完美如影随形 三 害怕受伤 不敢面对 古往近来 多的是人在爱恨里臣服 就算很喜欢 也拒绝在提起 哪怕很想念 也假装已释怀 仿佛多了那层满不在乎的盔甲 多了那独狐家狐卑的心呛 从今往后 就可以刀枪不入 最后才发现 这只吃自欺欺人 那些洋装的冷漠 确实在清课间就可以瓦解和崩塌 想到我多年的朋友珍珍 一直单身一人 因为被自己深爱的男人伤透了心 爱他 要恨他 因此这些年来 虽然很想念他 但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他 面对他的求和 也态度坚决地拒绝了 我们都以为珍珍已经彻底走出来 直到哪个男生远走他乡 珍珍才终于像失了魂一般 向我们袒露心扉 我还爱他 只是真的上怕了 你看 许多次时刻否认 装出一副不屑的样子来 可到头来就发现 不是不愿意重新就好 只是因为爱得太过卑微 才会变得这般冷淡 不是不愿意主动联系 只是因为担心再次受伤 才会变得这般惧怕 爱情从来都是这样 越是爱到抽资波姐 伤心动骨的那个 越是比寻商人敏感和脆弱 自古深情的最恨薄情的 掏心掏肺的最恨没心没肺的 男男女女都不理白 就像何以琛 他爱赵莫生 在赵莫生离开他后 等着赵莫生整整七年 可是这七年里 他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赵莫生一次 后来赵莫生回到他沉憋 他甚至表现得很冷淡 他恶眼相向 他比任何人都残酷 他将那段往事 当废品一样丢弃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 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刻 他脑中会想的 都是赵莫生的笑颜 其实他没有往 也还在深爱着 他只是担心自己某一天 又会再次被毫不留情地跑下 想起剧中那句经典台词 一人花开 一人花落 从头到尾 无人问津 也许这就是爱一个人 但不说一对房庭的感受吧 有很多的忐忑 有很多的彷徨 有很多的挣扎 有很多的徒劳 然而喜欢也好 难过也罢 都选择了独自成熟 热烈也好 寂寥也罢 都选择了独自消化 四 不主动联系你 也可以很爱你 听过一句话 主动联系你的人 值得你用力珍惜 也许他们并非生性主动 只是不愿意错过 那个在你微信对话框里 出现过千百次的人 现在还在主动联系你吗 如果是 千万要记得珍惜 如果不是 也别太苛责 也许对方在害怕 这是一场 彻头彻尾的单相思 毕竟真正的爱恋 总是双向奔赴 也许对方 只是不敢打搅你的幸福 因为有一种爱 就眼于唇齿 止于岁月 也许对方也担心 自己会受伤 从来爱得最真的 都伤得最深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 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 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 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林言希望大家都能怀着 最大的善意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 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进行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 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